最高有突然的關係 垃圾車來了 但仔細一聽音樂怎麼不太一樣 甚至唱歌的人還是新竹市長高鴻安 民眾聽到音樂滿臉問號 不過還是丟垃圾要緊 最近全台各縣市都在宣導反詐騙 而高鴻安和其他首長不一樣 以唱歌改編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民眾反映兩極 甚至懷疑市長是不是花公堂唱歌 市長做宣導唱歌並沒有不好 但是可能民眾一時會反應不過來 所以導致到二色的時間可能會來不及 收清節的時間都是固定的 已經很久了固定的時間的時候 里民都會自動出來 民眾一開始還有些不習慣 不過宣導與音樂循環 只是大家好奇為何是選突然好想你這首歌 我相信這個其實也不是新竹市的先例 其實其實它縣市也有這個城市的首長 來運用他們的這個聲音來錄製相關的一些政策宣導 而且民眾可能有些誤解是 其實我們在行徑之間的垃圾車所播放的 還是少女的祈禱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就是說 好像行徑之間會錯過這個垃圾車 警局創意選這首歌是要提醒 如果好久不見的朋友突然聯絡了要借錢或投資 客就要提高警覺 目前高喊的歌聲以及反詐騙提醒 除了透過垃圾車大街 小巷宣導也會在定點播放 TVN新聞陳世民王思辰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